缅北诈骗已经盯上留学生了 张同学是英国利物浦的留学生 暑假期间 一家中国人开办的跨境电商公司 向他发出了邀请 热心两万 岗位是中英翻译工作地点在泰国曼谷 等他落地曼谷后 工作人员接他去公司办理入职 坐车的过程中直接被人带走了 以20万的价格卖去了庙瓦底电炸公司 经历了千辛万苦才被营救回国 以下这三个被骗套路 家长和同学们如果不留意警觉的话 小心人才脸空 第一高薪又骗 去年八月份 一名中科院的博士 被东南亚高薪的翻译工作吸引了 被骗到了缅北 至今仍未脱身回国 通常他们谎称在东南亚 迪拜等地方有高薪的工作 等入职之后接着辗转被骗去缅北 被骗跟学历和见识无关 更何况留学生家底后学历高又会阴影 缅北其实很难放过这样的技术人才 第一给出的信息真假参半 增加事情的严重性 除了诱骗更常见的是电炸 留学生并非一上来就骗你钱啊 通常是用真假参半 给出一些真实的消息和链接 说你涉嫌洗钱了包裹出了问题等等 不解决的话就被遣返回国不能留学了 再利用留学生对公检法的敬畏 强调事件的危害性以及紧迫性 稍不留神就掉进了这个陷阱 第三 突破心理防线拉长时间战线 在整个诈骗的过程中 他们有很强的逻辑性的要求保密 切断留学生与外界的任何的联系 很多留学生被骗的精力时间长达两到三个月 他们被迫聊天直到留学生的心理防线崩溃掉 就是抓住了留学生独自在外遇到了事情 不想麻烦别人的心理 一点点渗透 出国留学遇到任何问题 一定要和家人朋友第一时间联系